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得跟你有面 咱俩的关系 咱俩啊 哼 哼 哼 没面 你是经历过什么故事是吗 我怎么说呢 我不喜欢把我车借给别人 在大概率的这个 这一类的事 我的处理方式都是不借 你们也都知道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车都非常的爱惜 在意 哪怕有一点点问题真的会影响到我心情的 但也不排除极个别情况 比如说我认为重要的人 那开呗 我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把车给到他们 我就不介意他把车给开成什么样 我也知道他们以前的做事风格是很靠谱的 所以我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因而异 但大比例的状况下我都是不借 真的能让我去把车借给他的人 那其实跟我的关系也不是一般的关系 等于借的时候就已经想到别人会这么对的车了 对 你就直接想把所有的这个可能性想到最坏就完了 你就想即使他拿着你的车真的去给你刮了蹭了碰了 你也不会说什么 你要是觉得你们的关系能到这种地步 那你解就无了所谓的事了 您会开手管别人借车吗 几乎不会 除非是为了工作 可能为了拍摄 比如说找品牌去接试驾车 找个人会去借人手里的车拿过来拍摄 这种情况可能是发生的 一方面我们也会非常在使用和开的过程当中注意 再有就是如果真的出问题 工作行为就赔了就好了 就是我去干这个事 我要承担得起这个责任 我才会去干 是这么个裸体 我不会去借一个我根本买不起的车 大概率 除非是可能真的是一个商务的合作 或者怎么怎么样 还有就是我的赛车 听起来那是一个根本就不用上路的车 那么也会有一种情况 我的肯定是不会借给别人了 因为你经过摔了碰了的耽误我事 而且会影响我心情 打麻再修回来 你也知道赛车那点精准度 车架的完整性 这都很重要的 你说你赔我 让你赔我多少算够了 这是一方面 还要有一些情况下就是 别人会去让我帮着试一下他的赛车 进行一些调整 除非我跟对方特别有面 实在摸不开面 我可能会帮他去骑几圈 但我会骑得非常的保守 非常的节制 不会很极限 感受一下就完了 因为你知道别人车给摔坏了 这也是一个很内疚的事 即使别人说没事 就包括你看在试驾 之前我去试那个HPC Race 我骑自己R1 我就特别随随便便 玩命的拼 玩命的玩极限 但你让我去试一个试驾车的话 我通常情况下不会那么干 今天这个基本上试驾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最常的过程 怎么看来就借车之后发生点事故啊 刮蹭啊 扯皮啊这些 如果我真的因为工作是借了别人的车 那刚才我也跟你提到了 就是我一定会赔到别人满意 而不是再去跟别人讨点还价 反过来如果别人去借我的车 首先大概率我应该是不借 但如果真的是借了 那我身边的这些人 真的就算把他怎么如何如何论 我自己也就搞定了 我不会再去扯皮什么 我身边的人也是这么做的 我身边有一个哥们 他当时开了一个车 这事之前我也发过视频 就是我说有一辆车当着我面烧了一辆缆胜 他就是因为他自己的一台车 线好 然后他就借了别人的车 拖着一个艇子 然后跟着我们一块去玩了 结果在中间这台车乌烟乌就自然了 那么这个事他到最后跟那个他的朋友就没扯皮 直接给人买了一个按人家的要求买了一辆车 买了一辆缆胜陪给别人就ok了 就没有去扯皮什么你那个是哪个年份的 你那个跑的都是公里啊 你那个是不是 我开着出来我也没撞 我也没不好开 他就着了 那说句表听的 在你手里可能你开着也着呢 是不是你看你能让我少赔点啊 这那的 人家一句废话没说 赔了 你满意吗 这台车 看了三台车吧 看到了一台 我虽然跟另外那个人不熟 我都知道 买的那台车比他的那个车况要好 而且挺贵的 就是随行就事的价格里面应该算是天花板的一个价格 二话没说 买了 赔了 说句表听的就是为了省一百块钱的先号罚款 结果呢赔了几十万 但没废话 我们这朋友 我直接认识的这个朋友就是觉得自己理亏 那就赔 赚教训 花钱买教训 不过遇到这种朋友好像也愿意借人啊 怎么说呢 通常因为我觉得这是做人的原则吧 但现在能守这种原则的人少是又少 所以您这边给别人的建议是也不要轻易的张嘴 我给别人的建议就是你轻易也不要张嘴跟别人借车 然后有人跟你借车 我如果普遍来说的话你自己权衡吧 因为这是你的车 我管不着 我只说我自己 对 因为我看早上那个小车说这边逼得恨不得给别人租一辆车 不用被逼 你不用那么好面 有的人有面 有的人没面 不是非得跟所有人都有面的 用不着